位于金城镇光泉路上 清末共生王兴源古宅 日前有网友PO文指出 宅内悬挂的永逸可封匾额 因为房子的整修失踪了 金城镇公所说明 修散前已经先行取下保管 目前的产权所有人 也决定将这个匾额捐给 金门文化园区管理所 由专责单位保存 这个东西他的特别木头又加了那个泥灰 这个补麻布 做一个去就去 这次腿屋进行整理 那也报县政府跟 那个建设 建设处相关的也是会看了好几次 那之前在会看过程中有发现这个匾额 其实已经有交代说 这个匾额到时候如果在修散的时候 房屋在在整理的时候 应该这个匾额要妥为 把它保存好 那其实这个工程在整个发包出去 这个匾额已经被 那个包厂收藏起来了 保存下来了啦 另外移到别的地方 那可能网路 这几天网路可能有一些 发现说这个匾额不见了 然后在整个网路引起觉得说 政府这边比较不重视一些文物的保存啦 然后我们也协调了那个 现在的屋主喔 因为他不是这个匾额的所有权人啦 因为匾额所有权人可能也比较失联了啦 这个房子是他买 几年前买的 然后他也同意说把这块匾额 搬就交由文化局 这边来做一个保存跟保护的动作 那也让他们建议这个谷物是不是 要如何保存跟保护 那也感谢说我们屋所长 早上亲自来看 也决定把这个搬到文化园区 去做一个保存跟保护的一个动作 这块木扁长155公分 宽66公分 兼具木座泥座记忆 水泥塑成的永逸可封四个字 浮扑于棉布衬底的木扁上 非常少见 经过一百年的风吹雨打 虽有残缺 但每个字仍清晰可变 那记忆文物保存是共同的资产 所以园区博物馆经过了解 也发现这个匾额它的初步的历史 是在光西年间 在金门南门 有王兴炎这个家族的一个古建筑里面所留下的匾额 那时候写的《易勇可封》 刚好反映了当时整个年代 在饥荒的年代 金门人共同来救济这些贫困的乡民 所以取得这样的一个典范 所以我们值得把它留下来 那从整个工画也很特殊 就是从整个木结构来看 我们又看到当时的一个材料比较不足 所以他们又混合了这种水 那个泥座的工画来呈现这些四个字 包括周边的一些装饰 虽然有部分的一些文字也有遗漏掉了 那我们会禁手人的 在做后端跟严谨的一个考古工作 然后把它维护下来 希望将来也能够呈现这个文物 在市人面前也可以发扬这样的一个精神 这栋古厕王兴元宅门楣上的永逸可封牌匾 已经有122年的历史 根据金门县制记载 清朝光绪24年1898年金门闹饥荒 当地的士绅劝捐开办平涛局 共生王兴元宅内的几位平涛局董事热心公益 用平价粮食卖给灾民救活了很多人 还原后来请报朝廷颁给永逸可封牌匾加冕